有句话说的好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如果把它放在盖楼上面 那我们就可以换成 塔吊有多高 盖出的楼就有多高 没错吧 塔吊这东西 相信人人都见过 但我不明白的是 在他将数十上百层的摩天大楼盖出来以前 他自己又是怎么穿的这么高的呢 难道是他自己长高的吗 事实上还真是这样的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聊聊 这些半里成长的塔吊 到底是如何一步步长高的 首先想要长再高 都只有扎根大地才能办得到 所以塔吊的建设 也是始于向下挖掘的 在挖坑打装 灌上钢筋混凝土之后呢 就可以在移动式吊车的帮助下 评装起1.0版本的塔吊了 为什么叫做1.0呢 因为移动式吊车的吊臂高度 都是有限的嘛 所以能拼出来的 也就是一个矮个子塔吊 不过除了个子矮点以外呢 其余该有的 此时已经一个不少了 我们来看看分别都有哪些 从下面开始呢 塔吊的塔身 由一个被称之为 标准节的横架构件连接而成 一开始能够装上几节 取决于所使用的移动式吊车 有多大的能耐 然后在塔身上方会装上转台 它可以让塔吊的顶部 在操作员的控制下 360度的旋转 当然转上一圈 需要好几分钟的时间 所以坐在这个 连着转台的驾驶室里面的 操作员呢 大概得像我这样 是个慢性子才行 好 接着往下看 接在转台顶上的是塔尖 一左右伸出来的是 吊臂和平衡臂 它们一长一短水平配置 和塔身组成了一个 大鞋的T字母 为了减轻两臂 做伸载运动师的压力 通常还有几根拉杆 再把它们挂到塔尖上 好了 这就是我们通常 所见到的塔吊的模样了 在开始说 它们是如何自己往上涨之前呢 我想先解决一个 可能困扰了你很久的 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是如何做到 在吊不同重量的物体时 都让自己完美的平衡的呢 要知道 塔吊真的就是一个平衡游戏 如果它不能把自己的中心 控制在塔身的中心 也就是支撑点的范围之内的话 再结实的结构 都会在瞬间崩溃 如何才能把重心 放在支撑点呢 杠杆原理告诉我们 只要左右两臂的力矩 相等就可以了 而力矩等于 手里的力臂长度 乘以所受之力 放在塔吊上面 就是要求平衡臂的长度 乘以挂在它尾巴上面的 混凝土配重之后呢 等于吊臂的长度 乘以吊起来物体的重量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平衡臂长度一定 配重装上去之后就变不了 它们相称 得出来的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而杠杆的另一边呢 吊臂长度一定 但每次吊起来的东西 肯定有情有重啊 那每次相称 不都是一个变数吗 为什么塔吊却 依然可以保持平衡呢 秘密就在于 吊臂上可以往返运动的 载重小车了 挂着起吊重物的 其实就是它了 而它则可以根据起吊重量 来调整吊臂这边 真正的力臂有多长 是乘出来的力矩 恰好跟平衡架那边保持一致 这样塔吊就自然能够 继续屹立不倒了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水平臂塔吊的情况 还有一种塔吊啊 叫做洞臂塔吊 它是利用上下升降吊臂 来完成对力臂长度的调整的 看起来也是很酷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塔吊开始往上涨咯 秘诀就是 自己给自己做结果手术 需要用到的是一个叫做 爬身架的特殊装置 不同于四面都是封闭的塔身 它有一面是开放的 而且高洞呢 也正好跟一节塔身标准节相当 所以你猜猜它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为了能把用来真高的标准节 划入其中的嘛 它首先会从塔身的底部 上升到转台下方 然后接替原来最上面的那顿标准节 把转台暂时装在自己头上 与此同时啊 塔吊吊起一根标准节 放到爬身架的滑槽内备用 真正的大力出奇迹就开始了 爬身架在液压的加持下 开始顶着转台以上的部分 慢慢的往上爬去 直到中间空出了一个标准节的位置 然后等在旁边的标准节就滑了进去 光人再将它与塔身固定 结果就这样完成了 至于想要再高 那就继续重复这样的动作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所以我才说嘛 它是自己长起来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看起来像是长在几十层楼 楼顶上的塔吊 也是这样一节一节平上去的吗 那得需要多少个标准节才行啊 事实上 它们根本就不需要多少的标准节 能长那么高 完全是因为它们爬上了巨人的肩膀而已 怎么爬的呢 我们来看看啊 1.0版本时跟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塔吊 还非常的类似 只不过是把最下面的那根标准节 换成了是带有起重机的而已 但接下来啊 它就不是在旁边盖楼 而是盖楼来把自己围在当中了 等建好几层楼之后呢 它会在顶楼和中间楼层 分别装上一个倒梁 然后在两边插上攀爬倒轨 接着松开第一节同地面基座之间的连接 打开起重机的液压泵 一点一点的沿着倒轨 把自己给顶上去 直到底部的吉伦卡进了第一个倒梁的孔里面 下面大楼继续往上盖塔吊 则继续往上爬 不断重复之过程后呢 摩天大楼和小矮人塔吊都占到了云端 也不知道这究竟是谁成就了谁呢 我只能说真爱无敌 我是火箭书 记得关注哦 因为下期肯定更精彩